是 其實當然他們有去做 都是好事 其實現在人類的科技 一直在進步 很多時候我們用很簡單的方式 甚至有AI 人工智慧 就直接可以去監控 問題是你這一些 每次政府做這些的時候 都讓我有一種感覺是什麼 你們都是示範性 就是給一個讓媒體來拍一拍 說我們有在做 那事後的持續的追蹤 然後就算真的抓到了 你的開罰的條例是如何 我們都知道 台灣有很多的大工廠 過去也都被罰過 也都上過新聞 被罰了一大堆 人家的營業額 是一年幾百億幾千億 結果你罰都10萬 20萬 30萬 你覺得如果我是工廠老闆 我給你罰好了 因為我給你罰 還比我直接去做這一些 包括排污水系統 去做這些相關的過濾系統 我便宜得多 我請願直接給你罰 因為他們罰完之後 你又為了經濟考量 他可能是火車頭 他可能是很多東西 會影響到很多人的生計 到最後你也就雷聲大雨點小 如果一直這種心態 怎麼可能會好呢 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你政府真的有心 現在執政黨又是多數的 那很簡單 你在立法院直接通過條例 我們要加重 而且累進處罰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的東西 才讓我能夠對你有一點點信心 是 除了一些環保 或者是民間的團體 在牆裡的有限的在做稽查 或者是在做一些揪局 檢舉的工作之外 媒體當然很重要 我們剛剛看到TPBS的專題 我們也是花了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到好幾個縣市 甚至還被業者來威脅 好不容易拍出了 拍出到這樣的追蹤的報導 可是後續 其實各個這個縣市的政府都有看到 可是現在到底改善的情況如何 我們需不需要憂慮 必須講最近很多人 或者是這幾年很多人得了癌症 或者是不知名很奇怪的病 是不是我們天天吃的東西 我們喝的水 我們呼吸的空氣都有問題 我們現在趕快來連線 TPBS資深記者林尚昀 尚昀就是剛剛做這個專題的 主要的記者 尚昀你好 哈囉 千姿 還有韓明哥好 尚昀 我們剛剛看你走訪好幾個地方 追查這些像是爐茶的去處 這個是有引起一些迴響跟討論的 尤其是在台南 結果這些有毒的廢棄物 就埋在我們的土地裡 甚至是餘溫 稻田底下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在採訪的過程中最大的感想 我們的農田 我們的土地 現在到底還安不安全 好的 其實我們在查這個過程中 當初我們是想說 我們在餐桌上的食物 這些我們每天吃的喝的 到底來自於哪裡 但後來我們發現說 這些地方其實不一定這麼的安全 比如說我們先看 我剛剛有Cue的一張圖 就是有關於說 我們在中南部的一些農田 甚至是可以隨手 我就可以撿到藍色的結晶物 藍色的結晶物 我們請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這一張藍色的結晶物 看到這個是不是很誇張 它這個是在中南部的農田 我隨便可以撿到 後來一宴是什麼 是毒拱污泥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工廠的重金屬的廢料 但他們並沒有正常的管道 進入到循環經濟 所以它爛到了以後造成了污染 所以它就是留在農田這邊 可是沒有人知道 那是我們找環保單位 我們一個個去查到的 然後打開來手上 你看到是藍色的 這些都是不正常的顏色 這個是你隨手就撿到的嗎 在農田裡撿到的嗎 是農田的旁邊 它現在目前是廢土 但是沒有人跟座 但是你不知道之後 它會用什麼樣的跟座 這就是我們所擔心的部分 那但是這些東西 除了環保團體 他們非常有熱血和熱忱 然後去檢舉或是怎麼樣 但是一般民眾 似乎也是不太知道這個狀況 那我們當初查是希望說 餐桌上食物都是希望 大家非常重視食安 然後也希望說我們來的米 或是一些食物 都是非常安全無余的 但是我們走訪了很多地方 包括台中 彰化 台南 和高雄和屏東 都發現有很多 應該要進入到 正常再利用的循環經濟 卻變成一個漏洞 它爛倒在農田 然後爛倒在餘溫裡面 會造成了大地變色 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圖 就是我們在台南的時候 台南的雪甲 它的這個爐渣 它被買了5年 所以造成了這個農田 現在這邊已經沒有跟座了 還好是還好沒有跟座 但是現在在我們專題播出以後 市政府已經表示說 我們要開始清這些 已經埋在農田的爐茶 然後我們可以放大起來看 這些正在清運中的 經過5年的重金屬的滲透 到土壤裡面 發現有些地方滲透出來 是綠色的水 有看到嗎 還有黃綠色的 這些都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一個滲透 如果你今天沒有中金屬在裡面的話 你根本就是不可能會這些東西 但是最妙的是 上瑜你說這個 剛剛出現一些綠色的黃色水 這邊已經是沒有在種東西的 可是它旁邊是農田對不對 它旁邊就是農田 旁邊是農田 會不會有地下水會連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一些 我們看到了這些綠色的水和黃色的 目前正在ING清運當中 這是之前被埋在農田裡面的爐場 5年之前 那5年之前 當時開罰只罰了6000塊 那現在在5年之後 我們專題播出以後 開始清清清 然後就罰了7萬多 但是有沒有造成附近周邊的影響 環保局跟我們講說 這些部分檢測來講 都是沒有超標 但是沒有超標會有這些綠色的水嗎 我也不知道什麼狀況 但是目前他們官方是說 是沒有超標 農作物也沒有受到污染 只是我要問的是說 今天法律規定是農田 就是不可以買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不可以買這些工業的廢料 為什麼可以埋進這個農田裡面 這個確實是違法的 所以他才要 尚宇你覺得這只是冰山一角嗎 還是說剛好 你一直看到這個 沒有 冰山一角 真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們可以看在下一張圖 就是包括說我們去 屏東的一些公屋泥場 它附近是養牙 但我沒有說直接的扣住連結 只是說你這附近 如果你今天要做工業廢料處理的話 你附近是不是不要有一些 有關於食安方面的一些 種植或是養殖呢 是不是可以避免 然後或是說 我們可以看下一張圖 包括說有一些重金屬的廢料 它丟到了餘溫裡面 它甚至滲透出來 是有紫色的 這個圖片可以請導播幫我們 Cue一下嗎 圖片卡住了 等一下你繼續講 對紫色的餘溫 這是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的 當然現在也已經親運了 只是說這些東西就是出自於 這些在利用廠便宜形式 他不去走好好的途徑 去做循環經濟的管道 他認為說 粉證他覺得沒有什麼在利用的出路 所以他就丟到農田 丟到餘溫 然後造成了很多影響 有沒有被發現發現了再說 目前發現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右上角是有紫色的 那個就是之前廢料整個倒進了餘溫 左邊就是正常的餘溫的綠色 然後右邊就是紫色的 它流出那個駭人的紫色的容易這樣子 還有下面這個重金屬的黃綠色的 也是非常誇張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些東西只是冰山一角 在各個縣市裡面都有存在 我覺得考驗的是說 你今天環保局有沒有認真的去查 查到以後有沒有重罰 檢查官有沒有好好的去叫他起訴 或是怎麼樣的狀況 才可以還乾淨的土給人民 那我們在採訪過程中其實 老實說壓力還蠻大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再利用這一塊 其實就是來回的金額其實蠻多的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好好 你今天好好的去再利用的話 你今天走循環經濟當然是最好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是爛到 你是不是可以少了那些再利用的成本 那這樣一來一回就差非常多 所以我們在採訪的時候 我們在屏東採訪的時候 甚至有人跟我們講說 你們在拍這些東西 你們最好小心一點 你們要趕快找你們車子要先掉頭 就是我們在拍那個被威脅 就是他就說你車子最好先掉頭 因為你給他這樣子才逃得快 對 他就直接告訴你車子先掉頭 上面我問你 你覺得地方政府到底知不知道這些事情 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覺得有些東西卡在現行的檢驗的標準 這有一點複雜就是檢驗標準 就是比較消極 我覺得他現在檢驗標準 並是用弱酸檢驗 所以幾乎所有送金屬埋在圖裡面 都是可以過關的 但是問題是我認為這些應該用比較嚴謹的檢驗標準 畢竟這是攸關我們餐桌上的食物 那地方政府就是你去檢舉了他就查 那如果說沒有媒體去把他報出來的話 那他就是查了就最後就是 也沒有人知道結果 沒有人去最後的追蹤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TPBS資深記者林尚雲 非常勇敢來替我們做這些報導 謝謝你也請繼續為我們發聲 謝謝 再見 所以真的你知道 因為在媒體現在媒體經營困難 所以大家都想要做簡單的 或者是方便的 就是不用花太多錢的採訪 或者是其實就是在網路上抓 像這個林尚雲還有謝憲希這樣子 花很多時間 然後TPBS也全力支持他們去 把這些問題給挖掘出來 真的非常少 的確我們踢爆了 或是挖出來這些問題 可是後續你可以看到媒體有報 他好像改善一下 可是後來或者是中央政府 能不能夠也加一點力 這我必須講 因為我以前採訪過類似的新聞 尚雲你們真的要小心自己的安全 因為這一些會這種廢棄物 這種重金屬 這種廢料清運 大部分都牽涉到地方的角頭 這些利益團體 所以這個利益是很龐大的 在那邊真的要小心自己的安全 其實以前我們常常會去採訪的時候 為什麼你知道 是因為兩個派系 這個派系想要去沖這個派系的糠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說 你看他在那邊買廢料 可是實際上這個派系也有在買 只是他在另外一個地方買 就是這樣 雙方互相因為利益之間的關係 所以會爆料給我們 可是我必須講 如果你要整個把它挖出來的話 這個利益非常的龐大 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人 都不太敢得罪他們 因為不但需要他們的選票 甚至還需要他們的金援 所以要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你看台南這個爐茶 抱歉我剛剛念百姿 我剛剛念爐茶 那這個事件到現在已經多久 一兩個月了 不只 請問一下... 有幾家媒體在後續跟蹤 好像都沒有了 打得算 為什麼 因為當市政府 甚至當地的這些相關的 基塔機關都一步就是 這個也沒有什麼 這個就這樣的時候 新聞過去就算了 風頭過去就算了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每一件事情 都這樣處理的話 你能夠安心的吃台灣的米嗎 你能夠安心吃我們 種出來的東西嗎 你知道有機的東西 他們的規定是 只要假設你這塊田 你周邊有任何一塊 是有灑農藥 你這個都不能算有機 同樣的 你覺得這些廢棄物在那邊 他田 尤其台灣大分的水田 你覺得他們不會彼此流通嗎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如果大家不給予媒體 相關的支持 那我老實講 政府大概就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你要讓政府真正硬起來 這個事情才有機會處理 是 好 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我們環境的安全